顾总好 顾总好 好 呦 小鸟 今天这么早就开始装桌子了 不错不错 顾总 我们来个新时医生 给他弄新的工位 发现没啥工作 这么积极啊 怕不是那实习生妹子很好看吧 哎呀 顾总 哎呀 你这话说的 谁能有你漂亮啊 啊 实习生来了 顾总 你好 我是新来的实习生小月 兄弟们 这个我是真喜欢呀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努力成为数码博主 和从实习的时候就开始念叨气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为 装机大师傅的顾业 说是给实习生装桌子 其实我们数码工厂 也想弄一个酷一点的拍摄场景 这样我们做什么装机视频啊 效果会好一点 顺便我空的时候还能 嗯 哎 我不空 我很忙的 搞个电竞空间还是有点麻烦的 于是我们尝试和很有名的电竞空间装备品牌 所以小琦联系了一下 然后就是 一拍即合 就有了这一套 小琦技能风电竞空间啦 在网上有很多人分享的桌搭做得很好看 但是自己做的时候却发现 打造自己的梦中勤务弄到电竞桌搭 实在是更难重重啦 比如说桌子尺寸不知道怎么选 整体的风格难搭配 配置怎么选择 用着是否符合人体工学 哎 这些问题对我来说 其实是比各口还有难啊 所以小琦这一套 技能风电竞空间套装就很爽 电竞桌椅 显示器支架 动动板桌面 氛围灯显示器 增高价和鼠标垫 一站式配置 也不用担心不搭配 或者是不适合 就很符合我这种懒人的需求 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角 小琦的XD2S 一张纯黑但蓝色点队的电竞升降桌 电竞感拉满 看上去设计也挺符合人体工学的需求 这张桌子尺寸是140厘米 层70厘米 单人办公电竞刚刚好 摆上一张纸片人老婆 手办也不会觉得拥挤 如果东西多一点 还有这两样神器 一个是小琦H1的显示器支架 它跟我之前用过那些支架笔 感觉要更粗一点 气动弹簧用料很足 一个手指就可以升降了 上下左右阳斧都可以自己调 自由悬停 这样就更省桌面空间了 还能给你一点高级的悬浮感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桌面增高架 桌子后面的空间不大 用这个就可以了 我觉得放上这个 同样在套装里面的桌面氛围灯就挺好 它是有时音功能的 中间再放一个桌面影响 这游戏味不是挠了一下就上来了吗 那这张桌子的桌板是碳纤维纹理 看起来有点像赛车的感觉 手感也很不错 它这个材质用久了也不会像喷漆那种 木板吊漆什么的 桌板是一体成型的 有25毫米厚堆料拉满 比一般的电竞桌后3-7毫米 不会像便宜的拼装桌面 东西多一点重一点 就会慢慢变形凹陷下来 前面这里还做了一个异形的内奥设计 坐进去就会更有成型感 双手的空间范围就会更大 用手柄玩游戏的话也会更顺手 这么大的桌子保证稳定 桌腿很重要 整体是公自行结构 加厚的冷渣缸桌腿 用料很扎实 比我们平常用的桌子厚实一点 这张桌子的桌面面积 相较于上一次我们拿到手的 XDE Pro 2.0更小 重量也比较轻一点 所以用的是单电机方案 静态承重是200斤 妹子坐在桌板上升降稳稳的 很快也不吵 它这个电机玉组同样会有自动回退 还有同锁功能很安全 调节档在这里有四档可以存储 之后就可以一键升降到适合你站姿 或者是坐姿的高度了 做桌搭最麻烦的理线问题 但看这里 焦奇家的桌子底下 基本会有一个超大的理线槽 插牌线材都可以直接隐藏起来 不费事的 再来看看坐的方面 这一次萧奇技能风套装里面包含的是 这一把搭配了全新泰蓝配色的 机甲风设计萧奇X5 Plus 这个就是真的王座了 跟我们之前用的前一代X5相比 有了一些升级 坐像坐身可调了 横向的坐宽更宽了 上面盘腿坐也是完全绰绰有余 腰枕的面积更大 高度也可以调了 扶手也要更宽一点点 在我用过的椅子里面 这把椅子的外观肯定是 人体工学电竞里面最Game的 后面这一块X型的背甲 就很有辨识度 不仅官方会出不同配色 也可以自己DIY更换 动手能力强的焦老 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 用力了一款还可以换 其他风格的背甲 换换风格也能换换氛围和心情嘛 坐览方面 我觉得它也是电竞里面 最会做人体工学设计的 我们做的这接近一年以来 老的小奇X5还是非常舒服的 像我直播用的另外一把皮质电竞椅 夏天不透气 冬天坐上去还有一点发凉 就连头部背部的支撑都不太好调 用的都是枕头 支撑感就比较弱 小奇X5PLUS这把椅子 另外是高韧性复合网布 很薄 但是支撑性很好 久坐的包裹感非常优秀 双关键头枕和分区椅背 是我最喜欢这把椅子的两个地方了 头枕是可以上下和阳幅角度调节的 调节好角度 贴合到颈椎 可以给到一定的支撑力 非常舒服 分区的设计有一个自适应支撑的效果 中间还有一个悬挂部件 无论你的坐姿是怎么样的 背部的支撑面总能支撑到接触点 然后呢是一个C型的升降当腰枕 稳稳的拖住你的腰 即使做的时间长 也不会感觉后背这么累了 扶手依然配备的是一个 上下前后旋转可调的联动扶手 接触面积更大了一些 非常跟手 X5PLUS升级成了线控底盘 全部条件件集成到了一处 最大后仰角可以达到144度 躺下去真的有那种零重力座椅的感觉 玩手柄打手用这不爽多了 小月你觉得这套桌椅怎么样 你喜欢吗 我真的是来上班不是来打游戏的吗 那小月你觉得我们现在这套装备 跟网上的比还差些什么吗 那还是这个吧 灯光在桌搭里面的作用 相信不用我多说注入灵魂嘛 这个套装里面桌子自带的灯条 桌上氛围灯也是配套的 可以通过按键遥控器和APP来控制 我们挂上了萧綦套装的洞洞板 挂上了很多游戏风的小东西之后 也在下面压了一个灯条 这样洞洞板也可以有灯光了 这样看上去感觉自己的战力水平 提升了百分之好几千是吧 一样就是不能跟主板厂商联动 玩玩灯效同步了 要是能统一介入家庭生态系统做灯光控制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不过我相信萧綦也会持续优化的 毕竟他们的品牌目标就是成为全球年轻优虎喜爱的电竞空间装备品牌嘛 好了那这一期视频已经很长了 不知道有没有小哥哥喜欢这一套电竞装备的呢 可以把公平打在羡慕上 这一套价格目前是在四千出头 比单件购买会划算一点 而且一站式配型这种感觉 对我这种选择困难症来说还是方便值得的 感觉有了这一套 每个人都能做出好看的电竞盆了 如果可以的话 请给我们多多点赞评论 我们是全只字媒体佛主 你们的支持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 欢迎也多多来看小月的视频哦 也欢迎关注硕丸工厂的正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